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Litsirapim在美国音乐节Kochela演出后 引发了关于现场演唱实力的争议 而之后成员Sakura的发文和钱文的限度 再度引起了两派论战 4月15号,成员Sakura在粉丝论坛发文表示 从准备过程到Kochela舞台当天,学到了很多 我希望这个舞台能够成为那些不认识我们 第一次听我们歌曲的人感到 无论如何都很享受 今天是难忘的美好一天的舞台 这种决心肯定被传达出去了 我认为我们确实做到了最后的舞台 我们才出道不到两年,也只举办过一次巡演 但在像Kochela这样的大舞台上 我们全力以赴,享受并认真投入每一刻 在有些人眼中,我们的实力可能还看起来不够 但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们所展现的舞台是我们至今最佳的表现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Kochela广场走动的几位观众对我们说 你们昨天的表演是最棒的 这让我非常感动 不管别人怎么想,我相信我自己的感受 我不会背叛自己 未来也会继续相信自己 但是Sakura的这篇天文却引起了强烈的负面反响 很多网友们表示 根本就是在精神胜利 甚至也有很多更严重的恶评 然后在15号下午 潜文在IG限动上传了Kochela的头牌一人 Tujake的舞台影片 影片中可以看到Tujake在舞台上比中止的动作 没多久这影片就删除了 但截图已经在各个论坛散播 因为有很多没有亲眼看限动的网友们 看到的只是部分比中止的截图 所以很多网友们就指责 潜文上传这个限动是有意图的 但真相并不是这样 潜文上传的整段限动是这个影片 并没有刻意上传比中止的截图 也不是为了有意图急忙拿出手机拍的 只是从登场开始拍摄 恰巧拍到了Tujake比中止的动作 而且这个限动是15号下午5点左右发布的 当时网友们的留言都跟平常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但是在下午7点两个小时之前发布的IG限动又被挖出来 甚至还被恶意剪辑做成动图了 然后就有记者将这件事使用比中止的图和字报道 才开始引起了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根本就是想要抹黑 不就是因为觉得很酷才上传的吗 在比中止之前 Tujake出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在拍了 它是在Tujake的表演结束后就上传的 看起来就像是真的只是因为喜欢才上传的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多考虑一下再上传会更好 但他意识到问题后马上删除了 所以我真的不清楚还有什么问题 这看起来像是无意中上传的内容 但还是需要谨慎一点 目前的情况类似于棒球选手或奥运代表选手 因失误而输掉了比赛一样 被骂得太惨 以至于开始有了同情舆论 如果这样的话 又会让黑粉们咬着不放的 护航这么多 如果是日本人成员的话 应该会被骂得很惨吧 不管怎么样都想制造争议的疯子 就算今天是韩国成员上传了Sakura的文章 或是日本成员上传了Sakura的线动 反应也会一样的 土加K只有那个表演片段吗 为什么偏偏上传比中止的那一幕 可以选择其他片段呢 一看就是在挑衅 别再替他护航了 就只用歌唱来批评吧 他们是歌手 唱功不好被指责 这也无可奈何 但至少他们还能透过练习变得更好 把各种事情都扯进来嘲笑和刘厄平的人 那才真是犯罪 你们好像自己都不知道 你们正在排泄的是垃圾吗 目前有关Sakura的线动 在韩网正面的反应比较多 所以对于Sakura的发文和前文的行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由表怒草金平云饰演男女主 改编自网络小说 《Daleo Dung》的韩剧 《Cerny of Koteo》 2009年7月22号 61年来出现最大日圈时的那天 在全国民喧闹的瞬间 尹尔躺在病房里 19岁刚刚绽放的花朵般的年纪 但是她因交通事故下半身瘫痪 一辈子都要坐在轮椅上 相反 旅餐姐虽然是游泳选手 但梦想收错后 作为男子乐队Eclipse的主唱 面临新的出发 也是出道两个月的信任 这时 尹尔躺她接到了广播电台 打过来的电话 广播的嘉宾正是餐姐的组合 电话里 女主持人开心的恭喜尹尔 将会获得节目送出的礼物 天气这么好 就送你一双运动鞋吧 听到这句话的尹尔 烦走了起来 我不需要 女主持人感到一丝不好意思 又询问她 换成试炼脚踏车怎么样 听到后尹尔终于忍不住了 什么礼物 你们能让我重新走路吗 我想要的是那个 你们可以给我吗 开这种玩笑有意思吗 大家应该都很开心吧 因为生活很有趣 在某个地方 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也有不想活下去的人 尹尔大哭大闹地诉说自己的苦恼 向他们发泄了愤怒 广播电台瞬间安静了 这时尹尔叫住了尹尔 谢谢你还活着 身边的人一定觉得能这样活着就已经很幸运了 真的谢谢你 天气这么好 所以今天就活下去吧 听到这里尹尔嚎啕大哭 就像小孩子一样 得到了此时此刻他最需要的安慰 听说明天会下雨呢 那就等着雨停 再继续生活吧 这样下去 说不定有一天 生活会变得好起来呢 从那天以后 尹尔迷上了尹尔 他的追星生活已经是第13年了 2022年12月31号 成为参截狂热粉丝的尹尔 一想到要去看隔了5年才举行的 Eclipse演唱会 让他兴奋不已 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演唱会场 这时尹尔突然接到了 本影院参加实习面试的电话 尹尔觉得还来得及 就前往了本影院 但他看到了陡峭的楼梯 最终无法参加面试 只能放弃实习机会 尽管遇到了这么多困难和失望 尹尔依然积极乐观地前往演唱会场 但因为交通堵塞而迟到 连演唱会的门票也弄丢了 最终尹尔没能进入演唱会现场 虽然感到伤心 但尹尔仍然选择站在演唱会场外 用愉快的心情为村姐加油应援 但是有一件事粉丝们不知道 村姐本来想在这次演唱会后就隐退 出道以来一直处于顶峰的Eclipse主唱 再加上演戏不停地跑着行车 他陷入了无力感 因为觉得自己在这样下去 可能真的会崩溃 所以决定隐退 但是周围的人都在劝阻 让他为了粉丝们再好好想一想 回家的路上 尹尔因为撞到了行人 手机屏幕碎了 轮椅电池也耗尽了 就这样停在了汉江大球上 一天下来 这些总总不顺 让尹尔感到更加沮丧和伤心 最终他放声大哭 就在这时 村姐正好结束了演唱会 在驾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他 上前为他撑伞 递上暖手包 村姐感谢他来能看演唱会 尹尔却说自己更感谢他 让他重生真的非常感谢 他反而表达了长久以来的感激之情 然而村姐却感到了一丝愧疚 如果知道隐退消息 粉丝们会伤心吧 虽然因为朋友圆祝接他 而错过了与村姐的大车机会 但尹尔回到家后 一想到终于见到了本人 感到无比兴奋 但这股兴奋劲还没过去 突然得知村姐试图自杀的消息 刚才还在和我有说有笑啊 尹尔急忙前往了医院 在去医院的路上尹尔从轮椅上摔了下去 自己买的村姐纪念表也掉到了桥下 好不容易找到了手表 但听到的是村姐最终离开的消息 尹尔流下了眼泪 还下雪了 你不是喜欢下雪吗 试着活下去啊 为什么要那样 为什么 但就在这时 手表突然亮了起来 尹尔瞬间穿越到了15年前 对于自己穿越的事实 还没有意识到的尹尔 毫无估计的冲向 正在进行的北京奥运会训练的游泳池 在那里尹尔确认了村姐还活着 他抱住村姐 一个人该有多孤独啊 都不知道要对谁说累 那么痛苦 对不起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爱你村姐 然后被警卫拉走了 正在苦恼自己是不是死了的时候 他再次与村姐相遇 就在他再次上演生死别恋的时候 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后 回到了家里 意识到现在自己还没有发生事故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流下了喜悦的眼泪 担心睡醒后 一切都会像海市城楼一样消失的尹尔 到了早上 确认仍然是2008年的事实后 高兴地跑向学校 一看到站在校门的村姐 就想起他死去的样子 他就这么呆呆地看着村姐 而村姐缓缓地走向他 就像死前在桥上相遇时一样 给尹尔撑伞的村姐 他还是那么的温柔 穿越到15年前的尹尔 是否能挽救村姐的离开呢 categ bronze 那只要知道 conversation ... ... C 这 小 in 由 小